是慢慢慢慢剪 對 像以前老師 12杯 慢慢慢慢剪到兩杯 經過幾十年下來 對 幾十年 好 接下來要這個討論 這題女生最關心 請問喝咖啡可以減肥嗎 請來 咖啡還有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它會增加我們 脂肪的一個分解 尤其是什麼時候 搭配運動效果是最好 第一個增加我們的一個代謝之外 可以增加我們運動的持久度 這題我又要來問海音師啦 既然可以增加十大反應 接下來要資格討論這題 女生最關心 請問喝咖啡可以減肥嗎 請起來 可以 一定可以吧 我認為不太會 一老師講 你知道嗎 我以前看到 有人家那個減肥食譜有沒有 就是每天三杯黑咖啡 然後兩片 兩個蛋 然後晚上可以兩片吐司 聽說可以減肥 我吃了一個禮拜 覺得沒有什麼減肥 你覺得不行 見面也覺得不行 對 如果他老師以前 如果咖啡 如果老師可以 這個咖啡可以減肥 老師應該他是這樣 可是他喝才四杯啊 我那時候才四十七公斤耶 真的不騙你 但你的好友小甜甜也是 喝咖啡 她很愛 她愛喝 那真的沒笑了 是不是 她喝多多 她可以無糖喔 她可以無糖 然後都是喝大杯的 所以無糖還不是一樣 你看 有糖 但是另外兩位女生說可以啊 雨昕妳說可以 因為我覺得咖啡 是一個非常利尿的一個東西 就會讓你很想要上廁所 然後 可是因為我喝 我曾經就是想要減肥 然後硬喝 我就大拉肚子就瘦了 所以有用嗎 因為妳不常喝啦 有可能是 拉肚子瘦 這個算正常的瘦嗎 這好像就是水分排出 但是沛三覺得可以 我覺得一定可以 首先是我以前 在當記者的時候 我都是跑醫療的 所有大醫院開出來的 減肥菜單 黑咖啡 Pure Black 絕對有用 每天早上都要一杯 好 我們來看正確答案 到底能不能減肥 請舉牌 她真的可以了 真的假的 真的嗎 王醫師 她是加速新陳代謝 是嗎 對啊 因為我們 大家知道 四十歲以上的人 就開始新陳代謝 就往下調了 那小朋友為什麼 怎麼吃都不會胖 那很多小朋友 就是動得很快 那我們到四十歲以上 新陳代謝下降 那咖啡我剛才講的 就會讓妳增加新陳代謝 所以妳新陳代謝高 就會保持跟 那很年輕小夥子一樣 妳怎麼吃 要胖的機會就少很多 我要問一下營養師 既然他可以減肥 請問什麼時候喝 喝難道喝得越多 我就瘦得越快嗎 其實剛卓語心有提到說 有利尿 刺激腸胃蠕動 排速變 其實咖啡還有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它會增加我們脂肪的一個分解 尤其是什麼時候 搭配運動 效果是最好 尤其是運動前 像剛剛我們有提到 運動其實 剛才我們來賓也有提到說 好像運動員 運動完之後喝咖啡 好像疼痛 痠痛的一個 比例會下降 的確是 到底是運動前喝 還是運動後 運動前 運動前 大概有研究顯示說 大概是喝兩百毫克 沒有超過我們一天的三百毫克 兩百毫克的一個咖啡衣 它會增加 第一個增加我們的一個代謝之外 還可以增加我們運動的持久度 甚至是增加運動的時候 脂肪的代謝 好 這一題我又要來問海醫師 竟然可以增加持久度 哪有臉 哇塞沒有臉 好可愛 能夠增加持久度嗎 如果男生在性行為方面 我想這個可能要問王醫師 他想說如果骨骼 你為什麼要回答這個東西 不要再回答這個東西 我們都是比較注重硬的東西 骨頭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個增加持久度 是有可能嗎 王醫師 比他... 你這人臉皮好厚喔 你都不臉紅 實際上那個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它會增加你的一個活動 運動的一個表現 那剛才在講到就是說 咖啡到底能不能減肥 實際上大家知道嗎 之前有一個藥被禁止的 可以減肥的一個藥 叫做糯美亭 大家不知道我記得 實際上糯美亭的成分 就是從咖啡提煉出來的 所以是糯美亭的人會心悸 睡不著 但是知不知道這也會心悸多 那剛剛醫生說運動前喝咖啡 這樣不是更會心悸嗎 實際上 會這樣會吧 像我是在運動之後喝咖啡 讓我的心跳持續比較久 所以我有這樣的習慣 心跳快就容易消耗 當然我們身上最大的耗氧量 就是心跳得快 就是你能夠每一天 像我們心臟科 希望你運動是心跳到一百三十下 三三 其中一個三就是這樣 那這樣你的新陳代謝 是非常快速 就加速了 對 加速 所以你很多熱量就會跟著被排掉 所以你平常如果心跳 都是很慢的 很多東西你吃少少 實際上我常常講說你不運動 一口飯都太多 你要吃 請你動 就是這樣 是 對 所以就是還是要搭配運動 跟減少澱粉 如果真的想瘦的話 不過這個要問一下 我們肝膽腸胃科的徐醫師 就是說在這個 我們剛剛講說 他會加速這樣的一個新陳代謝 那但是其實就是 我們剛剛講 還是要配合吃別的東西 對不對 就是早餐 對 這樣子吃 那他可以三餐都一杯咖啡 這樣會不會是 到底是飯前喝呢 還是混著喝 還是飯後喝 會增加它的消化速度 那個咖啡 咖啡剛才講到 它會有促進排便的效果 那但是這個效果 最強的時候是在早餐 所以如果你要達到 輕速便的效果 其實是應該早餐吃 接下來這一題要請考大家囉 請問 喝咖啡可以治療 憂鬱症 糖尿病 氣喘 哪 哪幾項 或哪幾項 幾項 我們認為 好 我們看一下 從雨昕看你是說 憂鬱症 對 因為剛剛醫生有提到說 他可以讓 會興奮 是 所以應該是憂鬱症 好 建民說 糖尿病 我本來是想 我一直覺得 應該跟憂鬱症 應該是有關係 但是那個憂鬱的 兩個都寫了 憂鬱症 跟咖啡的人 就會寫正確的憂鬱的禦字 來 兩位請看一下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憂鬱症跟糖尿病 你覺得都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啊 因為心情好嘛 另外糖尿病 是因為我剛剛從北歐回來 你知道我帶回了一個數據 那個北歐有個國家叫芬蘭 芬蘭就是世界上 最喜歡喝咖啡 喝得最兇的國家 真的喔 平均每一個人 一天都喝十杯到十杯 你看 十杯 就像廖老師叫 對 可是他們後來調查 他們國家有水嗎 對 應該是水質也不錯 他們可以直接生飲的 那那個調查就是說 一天如果你喝咖啡 喝大概十杯左右的人 比一天喝兩杯左右的人 罹患糖尿病的危險機率 可以降低 男生降低百分之五十五 女生降低百分之七十九 所以喝咖啡降低糖尿病 在女生身上更明顯 大家等一下 且慢 因為我們待會兒有正確版 我不曉得他們這麼正確喔 對啦 搞不好我們這種亂說的 是 老師 妳覺得就是憂鬱症了 對 因為我每次喝咖啡以後 心急就覺得好一點 好一點 對 了解 那到底能夠治療什麼呢 是全都可以嗎 請舉牌 如果全都不可以就舉X 全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憂鬱症 糖尿病跟氣喘 氣喘 我們先請這個營養師說明一下 關於這個血糖的控制 基本上其實芬蘭那個研究 當然不知道他的一個 收集的一個族群 是怎樣 我覺得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還是跟抗氧化有關 第二個可能就是取代了 他可能原本喝的一些含糖飲料 或者是對我們身體肥胖 容易造成的一些飲品 是 對 那可能這樣子就會 當然會達到降低血糖 甚至肥胖的一個比例 了解 咖啡它本身就可以治療憂鬱症 那憂鬱症你知道它就是會改變 腦部的一些荷爾蒙 所以你知道吃憂鬱症的藥 本身會上癮 不能戒斷 那請問氣喘這是怎麼回事 實際上氣喘的話 就是我在這個節目 我最想推薦的就是 或是是老年人有肺部疾病 常常會憂鬱 痰很多 實際上咖啡裡面 我剛剛講的咖啡因 讓人家興奮就是有一個叫 Ceophylline的成分 這一個就是我們每一次 到醫院裡面醫生給你吃了一個藥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吃那個什麼 感冒藥 手會抖的經驗 或者是吃了感冒藥會睡不著 甚至有一些 像那 我兒子對某種感冒糖漿 他就晚上就是沒有辦法吃 對對對 那個成分實際上Ceophylline 它就是一個支氣管擴張劑 所以我每一次在病人 我常常會跟大家講 就是說你平常除了吃藥以外 可不可以在早上你怕睡不著 在早上喝杯黑咖啡 這樣可以減少你噴藥的機會 所以我 氣管會擴張 所以會擴張 那這個這一個是我們以前 在研究咖啡 就是它的成分裡面提到的 那我曾經有看過一部影集 就是有一個綁匪 把一個小孩子綁架了 那他綁架了之後 那個小孩子就是那個綁匪 沒有給他 氣喘發作 所以綁匪沒有藥 然後他就罵那個歹徒就是說 你很笨的 趕快去泡個黑咖啡給我 因為我需要這一杯 我才能夠活命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咳嗽 平常就是感冒咳嗽很厲害 痰很多 那喝個咖啡 我想本身就排痰的功能了 喝咖啡就排痰喔 你知道今天又不能加糖嗎 加糖喝之後痰會越來越多 是 所以還是黑咖啡比較好 不過接下來這題我想 大家應該可以同行舉牌 請問喔 喝咖啡會傷胃嗎 請舉牌 這好難喔 這好難 真的嗎 我以為是圈耶 但是啊 因為賴老師 你覺得一定是會的嘛 你喝那麼多 我覺得 我的胃潰瘍 對啊 胃現在很痛 每天都很痛 所以我被醫生禁止喝咖啡 但是為什麼 我們的營養師是舉 因為要看喝的時機 我都不會換前喝 其實如果飯前喝的話 因為咖啡本身有刺激胃酸分泌 這時候胃如果是空的 當然對胃會有一定的傷害 但是如果你飯後喝的話 因為他剛剛講刺激胃酸分泌 其實反而會幫助食物的消化 所以就是要看 胃裡要有東西啦 對 所以那這樣講它也是傷胃啊 對啦 基本上 對不對 徐醫師 咖啡咖啡傷胃 大概有兩個基礦 第一個它是 我們剛剛講它交感神經會亢奮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身體為了應付壓力 腸胃倒是第一個被犧牲掉 所以胃的黏膜 血液溝供應都會變差 所以這時候就沒有抗胃酸的效果 那第二個是 剛剛營養師提到 咖啡本身會刺激胃酸增多 所以在你胃酸變多 保護力又變差的情況下 是會傷胃的 所以還是打底 先墊一點東西進去比較好 接下來是我們這個 骨科權威 韓醫師的專科來了 請問 喝咖啡 會造成性能力持久嗎 是不是 憂慮要弄它 不要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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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瘋掉 他要去做那個 老實說的單元 我以後就每次來過這邊這樣 講到那幾年 立刻就紅整這樣 好 我們言歸正傳好不好 請問 喝咖啡會造成骨質疏鬆嗎 來 請我們的藝人朋友們回答 兩個喝咖啡都說會 兩個沒喝的說不會 你的建民你為什麼覺得不會 感覺跟胃比較有關係 我的朋友喝咖啡出問題的都是 他會心悸 他會吐 他喝到 他多到喝到 他聞到咖啡味就想吐 所以我覺得跟骨頭應該不會有關係 跟骨頭沒關係 但是沛先生覺得有 可是我覺得喝了太多 如果過量的話 可能會加速鈣質的流失 然後另外就是我每次去捐血 然後他都會測我的血紅素 當我血紅素比較低的時候 他就說那你最近咖啡要少碰 我覺得兩者都互相都有一些影響 好 到底會不會造成骨質疏鬆 請問我們的醫師取牌 圈還是X 有不同看法耶 三顆的說會 只有骨科說不會喔 來 韓醫師 這是你的專科了 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普通 一般人喝咖啡的話 應該是不會造成骨質疏鬆 可是上次 王醫師你不是說不會 其實 應該是比例上來講 對 因為有大型的研究 實際上有的認為會 有的認為不會 那目前已經知道 就是剛才佩山講的 他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的咖啡瘟 每一百毫克的話 大概只會排出 鈣六毫克而已 實際上量不多 就是因為利尿的關係 他會把鈣質順便帶走這樣子 對啊 所以實際上是會 那要那個一點骨質疏鬆 除非就是你長期就營養不良 喝十二杯 而且喝很多 然後蜘蛛上都沒有吃東西 都沒有吃到跟含鈣的東西有關的 是 那你才會骨質疏鬆 那我常常強調一點就是說 你喝 你不運動再怎麼補鈣 沒有用啊 還有曬太陽 對啊 你有運動 就不怕這種東西 所以韓醫師 既然是骨科醫師 是不是告訴所有的這個 全天下不愛運動的婦女 其實運動 跟曬太陽 這兩件事真的很重要 我們一般人就說 日常生活是夠有 正常的吃 你的營養方面有正常 比如說我們吃 攝取哪些會攝取到鈣質 那個